這部分的話,請各位記得,我會在Moodle上面開一個作業區 記得就把它繳交上去 那繳交的內容的話,基本上就是大樂透把它全部下載 然後統計一下它的相關的東西 包含就是說大樂透的整個機率、排名、最後前期名把它做出來 另外的話,如果有時間的話,假設你這個做完基本的部分 你希望能夠延伸的話,也許你可以把威力採,或者是什麼其他的採 或甚至如果你想要再去抓其他網站 你可以做類似的應用,把它這個後面再增加幾個 那當然你就增加你的作業分數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可以把這邊再延伸出去 另外的話,我們剛剛做了樂透採的這個部分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它的那個下載的網址 後面一律就是什麼,一定要增加那個 像這個,還有這個一堆採 它好像還有別的網頁 那這個別的網頁,如果要抓不是表格就比較麻煩 那麼其他的,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上面的話,它是一個類似用GET的方式傳遞 後面的話一定問號,加上它的參數,這個規則 那我這邊舉另外一個例子,你們可以試試看 在我們的雲端白板裡面,也是第四個單元 這邊有個奇交所的外幣匯率歷史 那這個例子的話呢,也還蠻常遇到的 就是說,假如我今天要抓資料 它的參數其實是躲在哪裡? 躲在這裡面喔 所以我如果下一個條件,比如說要抓的是其他天好了 我隨便抓一個,這一天到這一天 那理論上,上面應該會出現吧 所以你按下送出查詢 你會發現上面沒變耶 但是裡面的資料有沒有改變 10月4號應該是禮拜天吧 我看一下,對禮拜天沒有 所以10月5號開始 按送出的話,你會發現 他會把資料都找到了 但問題上面呢,並沒有變更 那跟各位講喔 這個部分的查詢方式 就不是之前的GET 而是所謂的POST POST 那這個POST 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為什麼?因為它的參數 它並不是放在那個 我們的這個網址後方 那可是問題喔,總會有一些參數吧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要查詢的話 這個理論上是什麼 是你從你的網頁送出一些資料 給哪裡呢?給那台主機 那那個主機的話呢 SERVER的主機是這個啦 有沒有,這一串 有一個程式 這個是它的程式名稱 這是它的主機名稱 OK,理論上這個是它的網址 那後面的話 這應該是它的虛擬目錄吧 可能有兩層的虛擬目錄 再來就是它的程式 可是我要怎麼樣把這兩個參數呢 傳給這個主機的這個程式 其實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假設不是從這邊傳的話 通常會從哪邊傳喔 跟各位講一下 這可能要需要再了解喔 這一個比較進階的傳遞方式啦 那可能慢慢你要習慣喔 按滑鼠右鍵 在這個網頁上 按滑鼠右鍵裡面有個檢查 OK喔 所以喔 以後的話 你可能要慢慢習慣喔 假如你希望呢 成為一個爬充高手的話 最基本喔 你可能要了解 按右鍵檢查這個 右邊的相關功能 那其中的話喔 這個Element 大概就是 目前這個網頁背後的 相關的標籤 有沒有 那裡面的話通常是用 所謂的那個HTML標籤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什麼 Console這個比較不… 再來的話如果你想要知道 它傳什麼參數過去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 因為在Chrome瀏覽器裡面喔 有個叫Network的一個標籤 那這個Network喔 主要就是可以幫你記錄什麼 記錄你這個網頁 它從載入一直到最後完成的整個過程 到底它用了哪一支程式 傳了哪些參數 或者下載哪些圖文影片 通通會記錄到Network裡面喔 所以喔 如果我假如想要去爬取什麼 網頁上面的所謂切東西的話 說真的沒有爬不到的啦 但是前提是你要懂的一些 裡面的東西喔 包含就是這個Element 跟Network 我示範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切到Network之後的話 那你只要做一點點動作啊 它其實這邊就會改變喔 如果裡面有改變的話 你可以把它清除掉 這邊有個清除 Clear掉 比如說我按下送出 有沒有發現 它這裡面喔 從當它執行程式 一直到它底下執行的所有動作 通通幫你記錄下來了 有沒有 包含下載哪一張圖檔 那檔案的下載的時間啊等等的 它通通都會列出來 那其實最重要是這個啦 就是第一個程式 它執行一個程式 然後再跑一個JQuery 所以它這個網頁本身喔 它有執行一個套件 JQuery的套件 讓這個網頁變得比較漂亮的一個JS JS的Javascript OK啊 不過啊 這底下的東西不是我們重點啦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了解一下什麼叫Javascript 這個程式的話 目前重要性非常的高 OK喔 那我們比較重要的是 我要知道說 到底這個程式 有沒有 DailyFXRant 有沒有發現 它實際上喔 跟這個一模一樣 有沒有 其實這樣指的就是它啦 意思就是程式躲在這裡啦 那到底喔 它這個程式做了什麼事情 有沒有傳一些東西給主機啊 躲在哪裡喔 跟各位講喔 一請你點它 二的話呢 請你點到Headers 這個喔 躲在這裡 那Headers 那Headers這裡面的話呢 你點擊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呢 它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喔 它Request UI喔 其實它的網址在這裡 然後它的Mainster是Post 我剛剛講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是像那個大樂透 這邊會顯示是Get 我們網頁的存取方式喔 主要就是兩種啦 不會有第三種 要不就是網址看得到上面的參數 要不就是網址看不到參數 那如果看不到參數的話呢 通常是Post 欸 可是問題它的參數放哪裡喔 其實你可以往下捲動啦 反正這相關的東西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每個都有訊息 最重要是底下這個 到最下面 最下面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Phone Data的 Phone Data有沒有 其實Phone指的就是表單 這個表單指的是哪個表單 就這個表單 它有傳了兩個東西給主期 哪兩個東西喔 特別注意喔 底下第一個是什麼 query查詢 start date start date 等於這個 end date 等於這個 其實喔 你會發現喔 這個Phone Data指的是 這個表單裡面提供的資料 給主期 兩個參數 這個參數跟這個參數 放什麼參數名稱 參數給資料在這個後面 所以喔 以後喔 我如果想要下載這個上面的東西的話 其實喔 你只需要把之前的大樂透歷史這個程式裡面喔 這個程式喔 之前給各位一個範本對不對 只要把這個範本裡面改動兩個地方就好了 改動的結果 你們可以參考我這邊有 底下這邊 第一個就是UIL後面的網址 請你把這個網址喔 拿剛剛這個網址貼過來就可以了 OK 第一個嘛 第二個的話 可是後面他沒有問號 像之前有那個 哪個參數嘛 那所以呢 你會多一行 多哪一行 多這個叫 點post test 這個 其他都沒動喔 那post test裡面的話喔 先加一個雙引號 雙引號裡面的話呢 給第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名稱呢 就是從剛剛我們這個網頁裡面的這個名稱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快點兩下 Ctrl C Ctrl V 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們可以demo 比如說你可以在這邊開個新的網 開一個空白的 然後呢 直接拿那個 VBA裡面 也許你就是在這個底下喔 把剛剛的這個 不用批示一下 我拿那個 就剛剛這一段好了喔 雲端這一段也可以啦 OK 就這一段好了喔 然後我把相關參數喔 變更一下 所以將來你就把這個變更一下 然後把它執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資料有沒有辦法下載下來 不過好像要改一個地方 這個Web Table 這個Web Table應該是等於3 因為它的Pable應該是第三個 所以把它改一下 重新啟一下 OK 你會發現喔 它那個雲端 有沒有 全部就下了下了 OK喔 所以這邊順便補充一個 就是有關那個 提交所的 下載那個 假如說上面沒有參數的 查詢方法喔 該怎麼做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我們大概就先 講到這裡 那回去的話有時間喔 也許可以試試看喔 這個是在那個 我們的 雲端 白板上面的第四個單元喔 這個奇交所外交的 外幣的這個 匯率歷史 OK喔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那回去的話喔 主要是繳交大樂透歷史 跟它的統計排名就可以了 那這個先不用交沒關係 之後我們還會有衍生的部分喔